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千千猴 咱们今天继续消除游戏沉睡魔咒 这是一款根据电影沉睡魔咒改编的这么一款消除游戏 可以看到咱们现在的玛丽福森还属于是少年期 应该是通过游戏的关卡以及后续的升级 咱们的主人公可以变为由这个朱莉索亚的这个成年期 不过这个游戏的关卡是以章节进行分配的 这跟全部的消除游戏都差不多 很少有消除游戏可以做到只有一关是无限的消除 最近听说这个沉睡魔咒2即将上映 根据这个迪士尼童话改编 讲述了魔女马丽福森和爱乐公主的关系依旧复杂 但他们两个人要联手对付新反派 保护森林王国和那里边的其他的神奇的动物 如果喜欢看沉睡魔咒的同学们也可以等到电影上映了 一同观看这个第二部 我本人也是比较的期待啊 现在咱们继续回到这个游戏中 游戏整体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到了游戏第三关就发现了目前容易导致本关失败 好在是步数比较多 因为这一关咱们要消除的是这个垫子 正常的话是灰色垫子 当它这个位置消除完成之后会变为金色 咱们必须把全场的这些道具都变为金色垫子 右边还需要变成五个 这样的话难度就大大增加呀 但是深灰黑这个是不用动的 只有灰色带有这个条纹状的格子才是需要变换的 还有13部 好在整体步数在前几关给的比较多 而游戏难度的话 感觉要比常规的消除游戏要稍微难一些 好现在还剩下三个垫子 咱们严阵一带还有最后11部 当我们完成消除之后 这个小玛丽福森会做出一个比较可爱的表情 还有最后两个垫子 最后一个 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游戏不能说是无脑消除 我们需要根据它即将出现的道具 以及还有周边道具进行合理的安排消除 最后部署将会变为这个道具 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消除 所以咱们也无需担心 本关的话还是以完美三星过关作为一个收场 达到了差不多十万分的 咱们突破漂亮 成功突破十万分 上面的话这三个魔法星星已经完成了 这个异性的话是它的现实任务 获得这个珠钱罐 并不是本关的这个星星评价 好咱们开启下一关 第四关 第一章的话可以看到 它这个关卡设定是由这个书本 这么做成的 整体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关的话 同样是消除三十个场面上的 这个灰色的条纹方块 把它变为金色即可 那么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而这款游戏 我给出的是三星评价 算是中规中矩 如果你是喜欢沉睡魔咒的朋友们 也可以尝试去玩一下 但如果没看过这样电影的朋友们 那么这个就当做是一款 这个全新的消除游戏来玩 不过整体难度要大一些 因为这种消除游戏 其实每一关 它都是随机性比较强啊 所以说能不能过关 还是比较拼点子的 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如果实在打不过去 可以看到马利夫森 他的左手会有一个道具 是以为他中心的这个左手 其实是咱们看他的这个右边 这个道具点燃 这个森林之火 可以消除我们想要指定的位置 也是比较的强力 因为消除游戏必然会有道具 而这一关的话 点的就比较不错 可以看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格了 非常好 全部消除 这样的话 我们的猪前罐的心情也可以获得更多 这是一个限时任务 还有六天 如果想要做的同学们 一定要抓紧时间的 本关的话 依然是三星滚关 好的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库玩 我们以后会给您带来 更多关于沉睡魔咒的相关内容 好的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